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1年的时候呢 腾讯进行了第四次的战略升级 我们成立了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特别是针对中国新发展的一些重大的议题 比如说乡村振兴 碳综合 科技生态 营发科技等重要的领域 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还有我们的模式创新 来提高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实现路径为我们的一个首要目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可能能够非常真实地说明我们这些问题的一个严重性 那么根据第七次的这个人口调查发布的数据来看 目前呢 中国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2.64亿 其中空巢的老人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18亿 那么预计呢 在2023年的时候会超过2亿 那这中间 升能的老人都已经超过了4200万 那么我国每年呢 约有4000万的老人至少会有一次的跌倒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至少有30万的人是死于跌倒这个动作的 所以跌倒呢 也成为了全球意外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风险之一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照顾比 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的照顾比来看啊 应该是1比3 那么根据中国4000多万的失能老人来计算的话 我们的照顾比至少要有1500万左右的护理人员 但是据我们了解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通过专业培训的这些护理人员只有50多万人 所以它也呈现出了严重的照顾比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一组数据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说到 我们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几组数据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调研啊 分析啊 然后到一线去做了很多深度的研究 因此呢 我们银发科技实验室主要是在我们的居家安全领域 特别是对那些高龄空巢独居的老人 他们在家庭里面一旦发生了风险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照顾者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2021年就提出了我们银发安全守护的整体解决方案 那么它其实主要呢 是通过我们的居家安全守护和我们的外出的安全守护 这两个场景构成的一个智能安全的产品 以及我们的一个全场景下都能保护大家的一个公益保险啊 一个组成 它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一个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 我们也都在全国各地的好多地方在陆续的推动 那么其实除了啊 这两个方案是腾讯我们自演的一些产品形态 我们也会主动的和我们的一些行业内的生态合作伙伴去牵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呢 正在和我们南科大 一起在打造通过我们的这个运动感应 睡眠感应 那么还有室门监测 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我其实通过我的运动感应 我就能够知道这个老人在家里 他的他的肢体 他的走路的姿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是不是意味着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老年人的这个抑郁 和情绪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一起在和南科大在正在看一种我们叫声闻检测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家庭里没有声音的时候 或者他的声音和以往是不一样 他可能声音显示出我们的算法显示出 他今天没有发生 那么可能意味他的抑郁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他一直在很高亢的说话 声音是区别于以往很平静的状态下 那么有可能他的情绪是不稳定的 所以呢我们也会通过一种声闻的方式去检测他的情绪 通过这种多模态的方式来综合的守护我们老年人的室内 以及室外的安全出行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我们腾讯营发科技实验室 差不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去打造了一款隐形护理员的AI照顾产品 那么其实这个产品 它主要是用到一个肢体检测和语音检测 那么他的这个AI的算法呀 目前在全球都是非常高的 它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90% 那么招回率呢也就只有1% 这个也就是通过我们第三方检测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AI隐形护理员 它其实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分析 和语音分析的一个双模式 来守护我们老人在居家场景下 一旦我们监测到老人摔倒 他就会自动的触发一个报警 那么同时呢 他还有一个双向语音的这个识别能力 也就是说当我们跌倒在沙发下 或者是卧室里或者是洗澡间 我们不容易被摄像头看到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通过呼叫救救我这样的 语音的这个这个关键词 那么他也会触发报警 而特别我们现在的这个语音呼救呢 还做了广东话四川话 这样普通话三种方言的这个这个布局 因为也考虑了很多老人 当他在发生危险的时候 他一定是会用他自己最熟悉的方言去呼叫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产品上的一个技术能力的一个提升 那么引领守护卡呢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户外场景 老人可以佩戴这样的一个引领守护卡 那么他所有的状态 所有的信息都会上传到我们的守护平台的小程序 能够让我们的家属 社区 还有机构呢 都能够随时掌握老人的安全状况 以便能够采取及时的救助 我们这个引领守护卡 他除了SOS的紧急呼叫 实时定位 还有隐形围栏 也就是特别是对我们这个高龙老人 他一旦走出他的安全范围的社区 那么他的这个危险信息就会快速的通知到子女或者是监护人 那么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呢 我们也还会有支持他的双向通话 包括远程问诊 我们经过世老化改造的滴滴打车 还有微信支付这样的一些 吃老化APP的这个服务的功能 来帮助我们的老人生活得更加的智能和便捷 那么其实在腾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微宝的一个平台 他其实帮我们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上面 专门做了一款这个公益的保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 他是贴着成本走的一个公益保险 他目前是不做这个商业售卖的 那么也是针对像在国内 我们很多老人其实超过70岁是买不到任何的这个意外险的 那我们特别跟他们去沟通 我们希望这个险是能够照顾到至少老人在80岁以内 那么一旦老人不管是在这种居家场景 还是在室外场景 他一旦跌倒了以后呢 我们都会有这个全程的这个陪付 他们就非常有力的来保障了这个老人 摔跤跌倒意外事件后的一个就医和治疗 那么我们也还有他的这个住院的照顾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出门在外不在家里 那么家中的老人他一旦这个发生了危险 他在医院里他也是需要人照料的 那么我们也特别开发的这个保险是可以支持他在医院里有两周的这个照料的时间 这也是这个保险比较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当老人触发了这个危险机制 然后有了这个保险的保障 能够更好的来解决我们老年人及家庭的这个这个负担 对 好那么其实我们在为了就是说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这个高龄空巢老人的一个安全生命线 我们除了去做这个产品技术的赋能 我们还联动多方的一个救助体系去创新的提出了一个四级响应机制 那么我们可以在产品的后台去灵活的设置我们的这个报警的机制 也就是说一旦触发报警他会连接到子女连接到护工 然后还有老人所所在的这个社区街道 包括应急平台和120的救助系统 所以呢他是会依次发出这个告警的信息 直到老人的救助信息被得到响应为止 那么其实刚才说了这个银发科技实验室在安全领域的一些探索呢 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老人的健康领域 那在健康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他的听力健康和认知健康开始了两个方向的一个探索 那么我们看到在听力这一块 目前中国老年人有至少1.2亿的人群是患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听力损害的问题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银发人群一旦听力下降或者产生了这个听力上的损失 他也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机能 比如说跌倒 比如说认知 或者其他的一个慢性的这个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呢 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这个生态合作伙伴 提出渡听器加听力筛查 加听力健康服务网络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在去年的9月25号 我们在第65个这个国际的龙人日上 腾讯也首次发布了 有我们完全自研的助听器算法的核心解决方案 那么也推出了智听工艺助劳款的助听器 这个助听器呢 它的优点是 它可以在非常复杂的这个场景下 去把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到85% 也就是我们现在千元级的助听器 基本上可以媲美我们国际进口的万元级的一个助听器的性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发布了国内首个集成听力筛查 听力科普和听损模拟的一个一体化的小程序 叫引发听力健康 那么它可以让我们的老人和这个 爱老人士可以尽早的去发现问题 尽早的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也和我们的这个社会各界的合作伙伴呢 一起在携手共创一个全国听力健康的这个服务网络 来切实的解决我们这个听力服务的一个可及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健康领域的这个听力这一块 我们还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这个认知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斯海默症它实际上是不肯逆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方式方法 在这个清度认知障碍 就是MCI这个领域里面去进行干预的话 它是有可能帮助到我们的老人延缓进入 甚至不进入这个阶段 来从而提升我们的患者和家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腾讯有一个很核心的能力和产品 就是我们的游戏的这个策划和游戏的一个能力 它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 首先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营发老动力的一个小程序 它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语音筛查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去做这个策查 还是会比较依赖这个量表的形式 那么量表的形式呢 它的缺点是它的时间非常长 可能策查一个人就需要30到40分钟 所以我们和上海交通大学一起在研发一款 用AI语音的方式去做策查 它背后是有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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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的这个数据来支撑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和这个AI语音的这个提示 说话通过后台的算法 我们通过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就大致知道你是不是一个NCI的这个患者的可能性 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还有 其实它这个这种AI就是用数字化的方式来策查 它其实最好的一个优点就是 确实突破了传统策查的这个提升策查的效率 特别是我们老人的这个确诊之后呢 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款严肃游戏来进行干预 那么也就是说认知健康的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也主要是通过大家看到的一个科普早筛干预的解决方案 来形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服务闭环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针对倾度人的障碍有效性的一个游戏 那么它其实主要是从六个维度 这六个维度主要是工作记忆知觉和注意 还有长实际语言能力计划与决策 还有精细动作这六个维度开展的 那么其实 那么其实呢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了这个互联网时代 怎么去帮助他们防范网络诈骗 提升网络诈骗网络安全的一个素养 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在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联合中国老年协会发起了一大守护行动 来联合我们的科研机构 社会组织还有志愿者团队 一起以数字化的方式来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网络安全 特别是通过我们银发守护助手小程序的一些线上服务 安全提醒和知识学习的模式 来引导老人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安全知识 提升他们的实诈和反诈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在去年 在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也把这些课程啊 把它梳理成一个线下的 银发安全课程的一个版本 进入到社区 那么也完全形成了一套 一整套的这个科学化的 社区中老年人网络安全素养的一个培训体系 那么通过半年多的时间呢 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市来进行了开展 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现在的长者和银发群体 提升他们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素养 好 那么其实未来呢 我们腾讯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善用我们的数字化 然后智慧化的能力 来携手更多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共创我们的数字科技 普惠工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来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呢 提升他的数字素养和他的一些技能 希望我们更多的老人 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数字化 发展带来的一些成果 希望他们都能拥有健康的 幸福的 富足的生活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香港社联的邀请 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上海康复辅居社区租赁的一些情况 我是周圈颖 我是上海市康复汽聚协会的副会长 也是上海市洋楼产业租赁中心的理事长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上海在做的这个社区的康复辅居的 租赁 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个辅具的一个定义吧 它主要是针对三类人 主要是针对老年人 残障人和伤病人 这么三类人 用于补偿或者改善他的身体的功能 那么来提高生活质量 来增强社会参与的一种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可能这个辅具呢 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而言 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的状况 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来使用辅具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证 来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质量 整个的我们辅具政策的一个推进的是 我们其实是从2019年的6月开始 那么国家呢在这个全国13个地区 在做康复辅具的社区租赁的这个试点 我们上海呢也是第一批的试点的这个城市 我们是从19年的11月底开始正式的在上海启动 第一批的这个辅具的租赁 到了2022年的12月底 2022年的年底 那么我们已经基本把这个辅具租赁 覆盖到我们上海的所有的这个街镇 做到了一个网点的全覆盖 就在前几个月2023年的8月4号 我们上海市民政局又出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工作的通知 那么我们把呢前三年的这个试点期间的一些经验的做法 把它固化下来 来里面的一些做法 一些的这个具体的方式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后面我来给大家具体的做一些介绍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海的一个顶层的设计 那么主要是分为大概这个除了政府来做这个监督以外呢 主要是分为租赁点服务商和产品的供应商 这么三个这个角色来共同完成整体的这个辅具租赁 那么接下来我会这个三个点 我会来给大家做一些主意的介绍 整个的这个租赁的上海的这个模式呢 大概有这么五个特性 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平台 它同时是一个这个市场化的一个平台 它并不是像有些地方在做的是完全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模式 第三个呢我们搭建了一个信息化的平台 把所有的这个租赁的合同 租赁的签约 租赁的这个产品都录到一个信息化的系统里面去 那么第四个呢是协同性 它是我们上海市好几个政府的这个部门 来一起协同来完成整个这个租赁的这个试点 最后呢它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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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 除了有政府的补贴之外 我们也在鼓励商业化的纯市场的一些 租赁服务的一些尝试 整体的我们的补贴呢 补贴的政策呢 补贴的对象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上海市户籍的老年人 满足我们下列三个条件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呢是75周岁 包括75周岁以上 主要是符合75周岁以上的就可以有资格享受这个补贴 那么第二个呢是60到74周岁低龄的这个老年人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增加的一个条件 它只要符合我们上海市有一个叫老年照护需求的一个统一的评估 符合我们这个评估达到二级或者二级以上照护等级的老年人 他也可以享受这个补贴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60周岁以上的低保低收入的人员 那这三个条件只要符合任意其一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 整个的补贴的标准呢是75周岁以上 或者和我们第二类的这个60到74周岁之间的 享有这个二级照护等级的老年人 对两种情况他的补贴的这个可以享受补贴的这个标准呢是50%一半 那么第二种呢如果是低保低收入的老年人 他的补贴的标准呢是整个租赁服务价格的70% 那么总体呢每人每年的补贴呢最高的上限是3000元 他可以累加可以租赁多件产品来总体来累加到这个上限的这个3000元 然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补贴呢是只要符合标准的老年人去租赁的话 他只要付假设补贴是一半的话 他只要付一半的这个这个租金 那么另外一半呢将是接下来会由政府直接给我们的服务商来做结算 不需要我们老年人先付再去申请补贴 这样主要是这样的补贴呢申请的这个流程会非常的简便 整个的我们的租赁的服务点呢 主体呢是在我们上海建成的我们叫综合未老服务中心 它呢是一个在接证在我们居委会里面的一个面向老年人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综合体 大部分的我们的租赁服务点呢都是在综合未老服务中心里面 大概有30到40个平方的这么一个场地 那么也有一些呢会设在其他的社区的公共服务的这个场所里面 主要呢这个场所呢是由我们政府由我们接证来提供 包括来提供做必要的宣传做活动的支持 那么是由我们的接证和我们的服务商来做这个双向的选择签约 实际的这个服务呢是由我们的服务商来提供的 这个呢是我们产品的目录和产品的供应商 那我们呢这个是每年的我们这个服务这个产品的目录会做些更新 这个是我们目前最新版的是2022版去年的一个目录 里面呢一共是有5个大类12个这个二级类别和16个三级类别 目前一共有57件产品 那么所有的这个服务租赁呢必须是在这个目录里面来做 那么后面呢字比较小 后面呢我们是有每件产品的这个租赁的一个价格都是统一的 那么目前我们最新的今年政策的修订呢是我们把这个租赁的租期呢 原来呢是6个月的租期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降到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有这样两种的选择 那这样呢降低我们的老年人去这个享受租赁的这个门槛 让这个租赁的这个时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会大概的讲一下我们这个目录里大概的这个产品 那么第一大类呢是甲肢绞形器 下面一个二级分类呢叫下肢的绞形器 这里边其实大概有三款的产品 主要呢是针对我们老年人非常多发的一个叫这个骨性关节炎的这么一种疾病 那他也需要我们的医生的诊断 不要拍这个X光PN来诊断为骨性关节炎的这个长期的疼痛 那么可以来佩戴这样的一个下肢的绞形器 来缓解我们行走时的这个疼痛 那么实际在注定里面这款产品是比较受欢迎的 我们的现实中呢很多老年人佩戴了使用了这样的产品以后呢 走路啊或者上下楼啊这个疼痛就明显的减少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大类呢是个人移动辅具 里面呢有四个这个小类 那么像驻行器啊像手动的轮椅啊 像这个电动的轮椅啊像升降人的一些辅具 大概这个四大类 这里面呢目前我们租赁的比较比较多的是像驻行器 包括像我们这个这个电动的轮椅 也是比较受欢迎的租赁的产品 这个是我们第三类 是个人生活自理和防护的这个辅具 那么里面呢主要有四个小类别 一个呢是和我们上厕所相关的辅具 第二个呢是和我们洗澡相关的辅具 第三个呢我们是其中有这么几款这个洗头的设备 主要是方便我们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可以去洗头的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这个智能的看护的一些辅具 智能的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产品 第四大类呢是这个家具和配件 里面呢主要是我们的护理床和护理床的配件 那么这里面呢有大概10款这个功能不同的这个手动护理床 电动护理床包括护理床的床垫 那么现实的租赁中呢护理床也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 租赁的产品的门类 最后一个呢是个人医疗辅具 这里边主要是两类 一类呢是和我们呼吸相关的辅具 主要呢是这个治疗机 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上肢下肢的 一些简单的康复的训练设备 大概这个一共是我们五大类的所有的产品的一个情况 那么具体呢它其实是由这个服务的企业 去来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去提供服务的 那这里呢我们列了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座令服务上的一些大概的要求 那么主要呢它是有相应的这个经营的范围 和专业的技术的服务能力 那么第三个呢是它需要取得相应的医疗器械的一些许可证 因为在我们57件目录的产品呢 其实里面是有不少是这个医疗器械的 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也有要求 就是服务商和前面的产品的这个供应商呢 不可以是同一家企业 那么目前在上海大概有30家左右的这个服务商 在我们215个街道来提供这个具体的每天的这个租赁的服务 这个呢是整个的租赁的流程 这个老年人可以在我们最近我们也是今年刚刚上线的这个一网通办随身办 老年人可以在随身办里面去提出租赁的服务的需求 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具体的社区的租赁点去申请 那么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那么也可以由这个电话去申请 我们的租赁点的人员可以上门来做一些租赁的服务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租赁服务机构呢 接到这个需求以后呢 会来订立一个统一的合同 来为我们老年人做一些适配 来给他推荐最适合的一些产品 那么签完合同以后 最终呢我们的服务商呢 会把这个产品送货上门来安排安装调试 包括做必要的这个培训和指导 那么主要的我们目录的产品呢 这一次呢完全都是在我们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使用 那么主要呢也是由老年人或者说是家庭的照顾人员 可以自己自主去使用的一些这样的产品 那么这里面呢是没有包括我们在这个康复机构啊 在我们养老机构和医院的一些专业的产品 并不在我们这个注定的这一次的注定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么合同租期到了以后呢 我们的用户可以选择续约或者不续约 如果选择不续约 我们的服务商会上门把这个扶具来做一些收回 收回以后呢会做必要的清洗啊消毒啊 再这个做仓储来等待我们下一单的这个租赁 那么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租赁呢 我们上海上海市我们康复器具协会呢也制定了一个 他是19年上升为我们上海的一个地方的标准 叫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归层 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把我们整体的服务的标准 服务的流程啊包括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清洗和消毒的标准 关于我们不同的这个产品的表面如何去做清洗啊 关于我们的一些消毒的一些规范和一些要求 并且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服务的这个地方的标准来做一些抽样的一些检测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租赁呢 我们协会呢会做一些权做一些这个监管 那么包括我们会有一些上门的回访 我们会到租赁点去走访 我们也会给服务商做现场的评估 我们也会委托第三方的专业的机构 会对我们这个注定产品的清洗消毒 做这个抽样的检查 那么所有的抽样检查也都会在我们的线上做 做这个每次的这个都会做完全公开的这个宣布 那么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注定中的产品 洗消呢都是能够达到这个合格的这个要求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19年下半年开始推这个租赁呢 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个宣传推广的一些工作 包括19年我们开始做了一些进社区的活动 那么19年在疫情前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会进社区会带着租赁物里的产品 到我们社区的租赁点给我们的老年人做这样的宣传啊 讲座啊这个体验啊 包括一些可以动手去尝试的这么一些活动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上海的焦州路207号 我们也是去年年底开设了一个康复补具的一个体验馆 那么主要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实的注定点比较小 大概只有30个平方左右 那么里面能够实际展出的产品也非常有限 那么实际的目录里边大概有57件产品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做一些集中的这个展示 宣传来体验 所以这个体验馆呢 我们就把所有目录的产品来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场景化的展示 但是目前呢这个展馆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也可以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我们上海来参观我们这个体验馆 目前在里面呢是单纯的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展示和体验的一个活动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每年在上海有一个上海的这个养老康复的波浪会 那么我们也会利用老婆会在上海的三天的期间 会做一个大型的关于我们康复府具租赁的一个宣传的推广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一些科普的一些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在线的直播的一些活动 包括我们也和这个在2020年的春节期间 我们在上海的电视台 我们也做了大概七集的一个全球养老府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系列的纪录片 来给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市民消费者来宣传 来推广整体的这个租赁的这么一个事情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四年不到的这个复具租赁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吧 这里边我觉得一个呢目前呢可能这个支付呢 还是会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整整体的这个补贴的覆盖的人群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的有限 那么就我们上海的目前的情况呢 目前暂时还没有纳入这个长户险 那么我知道在全国一些其他的地方在做这个辅局租赁的有一些呢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口比较少的城市 它已经部分或者全部的纳入了这个长户险 那么纳入长户险以后呢可能就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支付的问题给解决掉 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可能就会更强 那么上海的目前这个模式呢 更多的呢还是其实是前面提到我们的这个补贴呢 它是并不是长户险 它还是以这种整个的这个专项资金的补贴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 个人还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来看呢 主要是来看呢就是针对一些刚性的需求 来看有哪些产品是相对的是更受欢迎 或者说更加有一些普遍性 那么也为这个下一步啊 是不是可以部分的纳入长户险来做一个准备 我们也希望通过几年的这个租赁的数据的积累呢 能够为今后无论是进医保还是进长户险 来提供更多的一些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持 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观念的问题 这里边呢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整体的辅具 大部分的我们这个市民或者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辅具啊 其实还是几乎是没有这样的观念 那么可能你要问什么是辅具 他们可能只知道轮椅 只知道拐杖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产品 那么当我们去社区去做活动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产品我们的老年朋友是从来也没有没有见过 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说他们当他的身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还有一些产品可以来帮助我来解决 或者部分的解决我的一些问题 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他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总是会认为 我年纪大了 我的腿脚不方便了 那我也不希望去麻烦家人 那么那我就我就减少这个出门 对吧 我就在家里 那么这样的其实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各个场合希望去来宣传来推广这个符具 宣传推广为什么要去使用符具 那么能不能呢 因为我们本身的身体的这个衰老是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过程 年纪大了 肯定是身体的各个方面会慢慢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当我们的身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能不能来通过一些产品来帮到我们 继续让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不要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出行也好 我们的整个的社会交际的这个整个的你的既有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不要受到改变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 让我们的老年人通过使用相对应的这个符具呢 能不能继续的可以去旅游 继续的可以去出去玩 去爬山去跳舞 能够不要去改变他的一个社交 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第二个观念的问题就是 对于这个租赁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有的人会理解为什么不买 为什么要租对吧 那么现实中呢 租呢可能我们刚刚说到 一个呢是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说租赁呢是更适合老年人的 如果你买了一个产品 你其实又不舍得扔掉 但是到了半年以后 它可能已经不适合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了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租赁其实它是一种服务 它并不是单纯的产品的购买 这里边你如何使用日常的操作 服务商都会来给你做这个指导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整个医疗器械 那这里边呢我们不详细展开 因为有一部分的是医疗器械 关于医疗器械的一些监管 确实这里边对于辅具的这个推广呢 还存在着这么一些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整个的商业模式 如何能够让整个租赁的服务模式 更加可持续化的发展 那么现实中呢 我们大部分的租赁的服务商 其实它本身也是我们上海的养老服务的服务商 那么很多这个服务商呢 把他的养老服务 把他的居家上门的照护服务 社区的养老服务 来和我们这个租赁做结合 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 可能会有助于这个租赁呢 会变得更加的可持续化 那么最后呢 大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这里呢也放了我的微信 也放了我们这个协会的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那么如果有问题 也欢迎大家来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官方的微信号 谢谢大家 谢谢Kevin的分享 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Kevin 来到我们的现场问答环节 Kevin早上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你刚才呢 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上海租赁服务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我们呢很多香港的朋友呢 听到以后呢都非常感到有兴趣 想要跟你多做一点的交流 那我们在网络上呢有收到不少的提问 我们现在希望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就是再回应一下就是问题 好 那首先呢第一条问题呢就是问到 内地的老人他们对租赁的接收度是如何呢 如何可以更提升公众的接收度呢 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到其他内地的城市吗 应该说我们目前的租赁的接收度还在慢慢的提高当中吧 可能目前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需要更多的这个推广和这个教育的这样的过程 可能之前大家对于我们内地的老年人对于租赁相对而言是比较的陌生 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不要不买一个而是要租一个 或者说租一个前面有人用过会不会有问题 那么现实中可能我们一方面在做一些更多的这个推广 租赁的这种这种理念 那么为什么要租赁而不是说一定要购买 那这里面就像我前面的这个介绍中也说到 其实租赁更多的是一种服务 那么而这个购买它其实产品本身如果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你和厂商之间的关系就就就结束了 那么租赁本身是一种服务 它可以服务你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问题 它会上门来教你会会会来经常性跟你沟通 那么到了租期结束了之后 它会给你再做评估 那么是不是你的身体状况适合继续来用你之前租的产品 那有可能身体状况好一些了 可以换一件产品去用 那么有可能身体状况还需要用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再租一个周期 所以说整体租赁是一种服务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老年朋友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会建议可以考虑来做这个租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上海的租赁 包括我们现在内地有 其实内地现在第一批的有十几个城市在做租赁 不仅仅是上海 那么据我所知 其实还有其他的城市 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租赁试点范围里边的城市 其实也在做租赁 目前至少有二三十个城市 在不同范围的在做这个租赁 那么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规范 相关的一些要求 尤其针对我们租赁中 这个清洗消毒的这个问题 像我们上海 我们就定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标准 来要求我们所有的租赁服务商 来做这个清洗消毒 不同的产品的表面 怎么样去做清洗消毒 那么最终我们会对所有租赁的产品来进行抽查 所有的抽查的这个结果 我们也会向大众去公布 那么这样也能够减少这个消费者 对于租赁的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一些疑虑 那从目前来看 我们上海这个租赁的这个抽查 相对而言是还是比较好的 不合格的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合格的 所以从目前看三年四年不到的这个时间 也没有因为租赁 比如说这个卫生的这个问题 引发出一些问题 目前也没有 所以当然整体我觉得 还是在一个慢慢的接受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了解 很开心听到就是现在内地已经有就是20到30个城市 已经有在就是进行这个租赁的服务 那相信这随着这个租赁服务的发展 我相信那个接受度也会慢慢的提高的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另外一条问题 就是目前的租赁多是脑连人自行安排 还是家人带外安排的呢 这个是个很很很好的问题 目前应该说有 应该说一部分吧 大部分的其实还是这个老年人自己来安排 当然有一部分是家人来安排 但是尤其在我们内地呢 即便是子女来为这个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来支付 他其实也要这个得到我们的这个长者 我们老年人的同意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老年人要去看 要去亲身的体验 他认为这个好 那么他才愿意去租赁 那么有的时候呢 子女如果不经过老年人的同意 就给他租赁呢 反而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所以呢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 无论是谁来最终来支付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这个决定权 还是在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上 有的这个子女很好 觉得父母或者爷奶奶 需要这么一个产品 但是其实这个爷奶奶并没有接受 那也会发生 比如说子女给他租了 送货上门以后 他觉得我不要 我并不需要租赁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也更多的是鼓励我们这个老年朋友 可以亲身的去做一些体验 去体验 去尝试 去感受 为什么要来注赁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 对我们的生活能够起到什么样的这个改善 那么这样可能会整体的效果会好一些 了解 所以体验是一种很重要 让老人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个租赁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的 好的 好然后我们还有下一条问题 就是租赁的期有半年降低到两三个月 是为了增加灵活性 还有没有其他门槛考虑降低呢 对 两三个月其实也是考虑 因为我们一开始刚刚推出的时候是六个月 那么后来第二次我们把它变更到可以三个月可以六个月 那么我们最近把它再进一步的修变更到就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那么这样的主要的考虑呢 还是降低一些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使用的一些门槛 那么其实租赁里面可能有有两种这个典型的场景吧 那么一种它其实是一种短期的这个需求 比如说摔了一跤 比如说这个在医院里动手术回家 那么有可能六个月的时间相对而言对于这些短期需求的有一点点长了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这个三年的这个磨合 我们把它修正了一下 那么对于一些短期需求的这个两三个月 因为一些短期的康复的需要 尤其是像护理床像这个轮椅 那这一些更多的一部分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短期的这个使用 那么主要是一个这样的考虑 那么另外呢 考虑到这个降低这个使用门槛 除了这个这个租期的我们变短之外呢 我们其实每年也会 会有一次这个租赁目录里的产品的调整的机会 那么也会根据实际租赁的情况 如果有大家都反映 对于某一些产品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也会适时的每年会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一些变化 那么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变化 也是考虑在同一个门类里面的这个产品 我们会增加一些入门的相对价格比较低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护理床这个这个门类里面 我们可能有十款这个护理床 那这里边除了功能会有些不一样 那么也考虑到这个价格的不一样 那这样来给这个不同需求的 不同承受力的这个老年朋友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范围 那这样也是希望能够降低一些使用的门槛 让更多的有需求的这个老年朋友 可以去尝试去租赁 那么租赁完以后 他就会对这样的产品的使用 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么对于我们后面阶段的推广 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好处 好 了解 然后接下来我们收到一个 跟成本价格有关的问题 在确定这个辅助设备的租赁价格时 你们考虑哪些因素呢 是以商业的模式计算 还是社会服务呢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最早在做这个产品目录的时候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我们当时是要求这个 近目录这些产品 它的对外的销售的这个价格的区间呢 最早是在3000块到3万元人民币之间 当然这里边主要是考虑 里边的产品的门类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考虑呢 是指它对外销售的价格 那么一方面呢 如果低于3000块的 那么我们当时可能会认为 这样的产品其实就更适合去购买 那么在租赁里如果是很便宜的 几百块的产品 那么我们就建议你就直接去网上购买 那么超过3万以上的 那么当然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试点的项目 还是针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也把一些 比如说非常贵的 或者说一些高端的一些产品 也没有纳入进来 所以它是在一个当中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区域的 这个这个是它的售价 那么具体到每个产品的租赁的价格呢 我们也是考虑这么几种因素吧 当然一个是它的售价 一个是不同的这个门类 不同的门类的这个价格的差异 也不能不能太大 那么另外当然我们也要考虑 这个服务商啊 急供服务商 因为我们要求服务商 要把这个产品购买进来 才可以租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 那么也要考虑这个服务商的这个承受能力 所以可能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这个类别 它平均可能租赁个 假设是三期还是四期 最早是半年啊 六个月的时候 三期还是四期或者五期六期 可以打平的这么一个 大概的一个一个这个计算的方法 来计算它最终每一期的这个租赁的价格 那么也考虑比如说有的这个门类的本身 这个价格就是售价就是比较贵的 两万块左右的 那么和我们两三千块售价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租金 肯定是会有差异 但是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差异 也不能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所以其实也是综合了多方面的这个因素 当然也考虑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承受的能力 这样综合的考虑来最早来制定这个 租赁的这个价格 当然后期从六个月改变到两到三个月 我们的价格也稍微做了一些些的这个调整 当然总体这个价格其实也是考虑到 这个整个的这个福利的这个性质 也没有完全通过这个商业的这个这个角度去考虑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服务商也能够 这里面不光光是这个市场化的一个行为 当然我们当时也要求所有的供应商 给我们服务商这个供货的这个价格 必须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价格 不管你这个可能初期的这个 租赁的量不会特别大 那么传统的它是肯定是量越大 它的价格越低嘛 那么我们也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希望哪怕在一开始几年 这个量不大的情况下 也尽量能够给我们这个服务商 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这样总体上能够把这个价格控制在一个 相对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一个范围里面 好了解 我们在这边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给Kevin的 就是产品的种类类别 或者是要将产品加入清单 中间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会有专业的人员的评审吗 嗯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我们我们是这样的 是经过我们我们会有一个专家的专家组 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是有这个 一个呢是第一轮会有两轮的评审 第一轮呢 我们会对所有的产品提一些 在这个产品的资质啊 质量啊 保险啊 各方面提一些这个硬性的要求 那么我们会向所有的这个社会去公开 来征集符合我类别的这个产品 我就签订好这个一类二类三类的这个类别 然后呢是符合这个类别的企业 可以在里面去申请 那么申请完以后呢 第一轮呢 我们就是看他提交的材料 那么如果有一些是明显不符合的 有一些是质量的问题 或者安全的问题 或者说不适合我们这个消毒 清洗消毒 反复利用这个租赁这个场景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可能第一轮会 会有一个 会淘汰一部分的这个产品 那么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呢 我们会请这些这个产品 拿到我们现场来 我们组织专家 做这个现场的这个评审 他们大概会有五到六位专家 我们会给每个产品演示的一个时间 那么专家会就着这个产品本身的功能啊 是否适合租赁啊 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现实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方式是比较好的 尤其可能在最近几年 我们也会把租赁的服务商 纳入到这个专家的这个里面去 因为租赁的服务商 他是一线给老年人做租赁服务的 他可能最了解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适合租赁 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我们老年朋友 所以我们采取这样的两轮的这个方式 来最终选出我们比较适合租赁的这样的一种产品 所以我们的目录啊 目前的目录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的 包括每年我们一般会有一次的这个修正的机会 就是我们会每年会有一次开放给这个其他类的厂商 如果你需要希望也加入进来 也可以在我们每年会有一次机会 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也是第一轮第二轮两轮的方式 来参加我们这个整个租赁的 这样的产品的目录的一个一个临选 主要呢 其实这里边经过这么四年了吧 我们也觉得呢 这个租赁呢 除了对于产品的 当然对于产品的质量本身 安全性可靠性肯定是有比较高的要求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产品 我们目前的这个租赁呢 还是在我们这个家里使用 所以当时我们也给所有产品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啊 它不能是特别专业的 要经过专门的人员来操作的这么一种产品 它还是要老年人自己来操作 或者说经过简单的培训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 可以比较方便的自己来操作 所以当时有一些目录里的产品 其实产品本身没问题 它的功能可能操作起来太过复杂 或者说是一种非常专业的产品 其实更适合在养老机构 在我们的护理院 康复医院里去用的这一类产品 其实最终都没有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它还是针对我们家庭 这个环境里使用的 当然还有一个 目前我们看也很重要 就除了这个功能也好 安全也好 包括适合我们居家使用 还有一点在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这个产品它必须要适合租赁 所谓的适合租赁 一方面我需要反复的使用 需要清洗消毒 你不能说用了一次清洗消毒以后就坏了 对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服务商需要这个产品 最好它能够方便我们去搬运 方便我们去运输 比如说护理床 有的护理床 它其实可以折叠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个搬运 在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那么有一些产品 它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它需要零部件一个个去组装 可能到了现场需要一个小时 才可以组装完成 那这样的产品 其实坦白说就不太适合 我们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场景 因为对于服务商而言 人员啊 包括运送啊 这个都是服务的这个成本 它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可能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 我们来选择最适合 我们这个租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了解 挑选这个租赁的器具 确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那我们非常感谢 Kephan你详细的讲解 虽然呢 很想继续和你交流 很遗憾呢 因为时间有限 那我们先暂停在这边 非常感谢你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和沟通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许凌云 非常感谢色联啊 邀请我参加这次热林科技展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最近的话呢 这段时间养老 智能化 香港 这三个词呢 都是非常热点的 那么这次呢 我把这三个词呢 融合在一起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的分享的名字就叫推广养老自乐化的发展 内地与香港的优势共享 首先对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曾经在这个复兴集团担任复兴抗养的执行总裁 负责全国的抗养业务 也是央企招商局下面招商官邮的创立者 同时的话呢 我之前在上海创业做过一个中国第一代的持续养老招料社区 天地健康城 引进了澳洲的Avillage的品牌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是香港港湾直通公司的执行董事 也是广州月秀康养的顾问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香港专长做三方面 一方面是做养老人才的培育和诉讼 另外呢 就是跟本次大会有关的乐林科技的孵化 最后的话呢 我们也发现大湾区有很多养老融通的业务 那我们希望也能够积极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那么在14年大陆的养老的经验里面呢 我在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都有项目的落地 很有意思也很有缘分的 跟香港都有一些联系 那么接下来演讲里面呢 我会进行一些细化 那我分三个部分 那因为我的主要的14年的养老经历在内地 所以我会把内地的养老产业 以及内地现在养老科技的发展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从我的视角 那么最后的话呢 也会从内地和香港如何相互促进的角度来讲 跟大家提一些我的建议 那么首先的话呢 讲一下内地的养老产业 每一个养老对内地的这个介绍的话呢 首先都会讲养老的这个中国内地老力化的速度 所以这些数字的话我相信大家是耳熟能详 那么可能有几个点啊 中国是在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是比较标志性的 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亿 那么有一点的话我很惊讶 就是我在三年前这张图片我做过 那个时候我们预计要到2025年 中国的65岁老人才会超过2亿 但实际上2021年就超过了 所以虽然我们预计要到2030年 中国的65岁以上老人才会超 才会进入到20%的比例 但是有可能还会加速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意识到 现在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已经非常陡峭 就像这张图所演示的 但可能未来的速度还会超过20.7 那么老龄化的话呢 跟另外一个现象叫少子化 其都并竟 去年的话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净减少 这是一个热点的话题 那么同时因为现在 以及过去未来的20到30年的老人 基本上都是421的家庭结构 也就是四个老人 两个子女一个孙辈 那么谁来养老子女养老 已经不可行 而中国的劳动力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图上的人口的金字塔 到了2030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金字塔 已经是趋向于发达国家的金字塔 也就是说年轻的劳动力会相对少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那么从中国的内地养老呢 大概在2013年开始启动 到现在的话呢 正好十年的时间啊 那么这十年的话呢 应该经历了首先第一波的热潮 是有一点退却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认为大概在2019年到20年 是非常热的 那么到现在的话呢 可能是由于内地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放缓 也跟这个养老产业的一个阻力啊 地产行业相对的比较消退 有关系 那么这我们现在呢 着重还是在大城市 但其实卫富先脑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而且现在的话呢 养老的管理人员以及一线人员 其实已经开始短缺 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短板 但最近几年的话呢 前三个讲起来好像都是挑战 但其实最近几年 尤其是在2018年开始 智慧养老成为我们最大的机会 也是我们热林科技展 这几年来带给大家的这些智慧科技的 这些现象是非常好的一个目前的趋势 那么可能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呢 内地的养老框架是在2013年提出的9073 那么90%的老人会在居家养老 7%呢是由社区提供照顾 3%才会到养老机构 那么过去的10年的话呢 集中发展是在养老机构 但到现在的话呢 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 已经达到了超过800万 那么中国的14.5的目标是900万 所以床位的总量 其实已经接近达到发展的目标 但是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两块 政府在探索 企业在实验 那么很多科技企业 尤其在这两个方面的话呢 在使劲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后发展的亮点 目前来看的话呢 养老机构分成四大系啊 一个是保险系 一个是地产系 保险公司主导的养老社区 地产公司开发的一些养老地产 或者是养老机构 以及一些传统的养老机构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投资 那么这四大类的话呢 目前比较茁壮发展的是保险系 尤其是像泰康这样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保险公司因为能够成功的打通 老年人对于金融需求和养老需求的结合 所以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那么养老机构呢 也发展的非常稳定啊 这也是我们合作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泰康还是太平平安等等啊 这个也我也觉得 我们也非常欢迎香港的一些朋友 我们一起来到内地去考察一些这样保险的机构 那么除了这些养老机构以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年用品 老年文娱 老年金融啊 甚至包括老年大学都能够成为一家发展茁壮的公司 是百花齐放 那么这里面呢 科技公司义俊突起啊 包括康复 包括一些智能 甚至是一些老年大学和交友等等等等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新鲜业态 那么内地养老的科技呢 我觉得有以下一些特点啊 首先的话呢 就内地养老科技公司发展是全面发展 百花齐放 演化缭乱 上游呢包括一些硬件的制造 中游的话包括一些服务啊 运营啊 下游的话包括一些服务对象 直接用于客户的 那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细化的分析 那么中国在2021年发布了智慧养老的产业的发展行动计划 那我把其中的一些品类挑出来 在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下做了一个分类 那么之前的话呢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基本的吃 生活辅助和健康方面等等的去发力 这个呢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智慧养老是从智慧医疗和居家照顾方面衍生而来的 那么在这个品类覆盖以后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养老科技已经开始升级 向人的顶层需求发展 比如说生活辅助 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啊 包括老年一些服务机器人 甚至包括现在一些比如说老年游戏 老年金融啊 包括甚至未来会有老年就业 所以这些老年需求的升级 代表着我们现在的养老科技的话 已经在从一些初步基本需求 向老人的更高级的需求去发展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也是一个未来会扩大品类的一个好的迹象 那么从服务者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大概在十几年前吧 我们做养老社区的时候 首先还是一个国产替代 那我记得我在深圳做第一代 在广州做第一代养老社区的时候 我们的护理床都买的是德国进口 或者是日本进口 包括应急呼叫 那可能是法国进口 但其实最近的五六年 我们国产很多的护理床 这国产呢 有可能是自我国产研发 也有可能是国外品牌 在国内生产 尤其在长三角 那么这些国产替代的话 已经成为主流 那最近五年我们购买的 很多硬件方面的 这个养老用品 我认为应该有百分之 就我的个案来讲 应该有80%到90% 都用的是国产 而且是国产的品牌越来越多 那么第二层技术方面的话呢 是尖端技术不断应用 可能刚开始就是一个应急呼叫的按钮 或者是注意床 或者是有带马达的护理床 但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啊 这是以前我的老东家 他投资的一家公司 他能够通过视网膜照相 就能够发现你的身体的疾病 这个呢 已经成为AI人工智能的一个大黑马 同时呢 他我们把它用到养老社区 非常方便的能够检测老年人的身体的状况 那么同时呢 对于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的监测 我们之前用红外 后来用WiFi 现在呢 已经用到毫米波雷达 对的 就是用在汽车上面的毫米波雷达 包括我们的智能床垫等等等等 除了这些技术以外的话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啊 在软件方面 尤其是在系统方面啊 很多大脑开始下场啊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深圳的养老科技展上 我们可以看到腾讯已经开始加入 腾讯用一些AI的智能的 包括像在听力啊 等等方面 包括用人工智能来通过摄像头来识别 能够发现啊 或者帮助老年人在生活中啊 更好的融入社会啊 我相信这个 我相信大家已经会从腾讯的专门的交易里面去找 那么包括百度 也有小肚机器人等等等等 包括啊滴滴打车啊 包括这些大了 他们也推出了专业版 所以随着硬件和技术和软件方面 一起来进入到老年市场的话呢 会把老年人的生活啊 丰富丰富起来 同时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内地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平台里面有很多集成化的啊 养老服务平台展示化的一体化的啊 这种可视化的平台啊 现在已经成为各地政府以及各大的大型的这种软硬件供应商的一个标配啊 就是用一体化来展示用集成来形成解决方案啊 所以从我们的零散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集成的供应商了啊 这是我们内地发展的一个成果 当然也有挑战啊 挑战的我列了五点啊 我简要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的产品现在展示到应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其中呢 产品到服务的结合呢 也需要磨练 那么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产品的标准化 现在还是百花齐放 但是统一成一个标准 尤其是产品标准 后面的技术标准 以及背后的服务标准 还需要一定努力要走 另外的话呢 技术和人的结合呀 其实还不够 我们的技术现在领先 但是人是否能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好美波雷达监控人 但人本身是否愿意被监控 以及如何尊重人的隐私 技术和人如何融合 如何能够分区分 那么这块呢 其实还需要有一些路要走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比较针对客户的 但其实在服务端 尤其比如说减轻护理员的 劳动强度提高效率这方面 其实还是不够 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养老科技 其实还没有形成 很成熟完整的一例模式 这些都是我们养老科技 发展的一些挑战 那这是我对内地的 养老科技发展的一些 怎样的介绍 那么因为我对香港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在内地的科技 养老科技应用的 有一些积累的话呢 我想如何能够把双方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可能从三个点 首先的话呢就是 内地和香港的 如何能够融合和相互触景 因为内地的话呢 养老快 发展的速度快 但香港的养老发展的早 这也是因为香港的老年的这个老年化比 内地要来得早一些 香港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老年人 5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 比内地的60后的老年潮来得早 10年到20年 所以香港的发展要早一些 所以有些经验 能够助推我们的科技去应用 在经验中去摸索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内地的很多技术呢 刚才讲过 背后的服务标准呢 内地现在还没有同意 那香港这方面的话呢 我已经学习到有一些服务标准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样的标准 反过来对创新的话呢 是一种促进 因为如果创新 如果没有标准 没有框架 没有秩序 到后来使用者会无所适从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经验 服务和标准 能够对内地养老的科技的应用啊 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广度和深度 内地养老的特点呢 是创新强 覆盖非常广 从毫米波雷达 到一个按钮 到软件 到游戏 但是在深度方面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 这方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在内地域的养老机构 请过香港的专业机构 为我们进行 老年认知证 这个深度的挖掘 认知证的机构如何设计 你们对老人的环境居家 如何去进行改善 甚至包括交通都言怎么走 这一块的话呢 香港的考虑是非常深的 我们收获很大 所以说在一些单专业的点上 我觉得香港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那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养老用品 那么内地的话呢 现在生产的是越来越成熟 大家不用通过其他通过淘宝都能了解到很多 包括护理床啊 刚才提到的 这些的话呢 现在我们逐步的国产化 而且质量非常好 而且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呢 比之前的成本大概能降低一半甚至更多 但是内地呢 也确实它在制造和出口上面的话 缺乏标准 我们最近在跟香港的朋友聊的时候 香港的朋友问我第一句话就是 这些产品的标准是符合哪个标准的 这句话把我问到了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可能没有太注意 但其实如果真正的养老用品要大规模的生产 甚至是出口 我觉得设定标准非常重要 这一块呢 香港的意思是走在前面的 因为香港跟国际的对接非常好 所以这个标准的话呢 反过来能够让内地的 无论是养老用品 包括一些智能化的 一些智能康复啊 健康监测啊 等等的一些软件产品的话呢 能够把创新落地到市场 同时能够去大力去出口 我也非常愿意看到我们的内地的 这些智能科技产品 以后能够在全世界能够去 去普及和出口 我相信这方面香港能够帮到很大的忙 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认质证服务啊 无障碍设计啊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无障碍的设计 是非常领先的 那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一些深度细分领域的专业度 非常好 大陆现在的话呢是非常广 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养老机构 可能一个服务人员 他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在香港的话呢 可能就要专业细分 这种专业细分带来的深度经验的输出的话呢 对于内地的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双方的促进 那么刚才也讲到了 现在全世界都紧缺人才 但是内地的话呢 还是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的优势 那么内地实际上是可以给香港输出管理人员 或者是养老护理人员 那么香港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从内地输入养老护理人的同时的话呢 能够把对于管理人员 养老人才和护理员 包括保健员等等 这种培训能力系统的到内地来进行输出 能够实现把我们内地作为一个大后方 把香港作为一个桥头堡 把这样的作用相互结合做好 这是我们的香港经验内地科技 如何能够结合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点的话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关于养老福利事业 大家知道内地养老的挑战 一大挑战 其实不在于城市 在于农村 在于低收入阶层 那么这些两的话呢 这些我们的农村的低收入阶层的 社会福利覆盖得非常好 非常快 但是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香港在这之前的话 有一些经验 因为香港的这种慈善 辅助这种体系发展的比内地 是稍微要早一些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低收入阶层的养老的福利事业 是特别适合以科技作为工具 进行这个福利事业的发展 所以我想的话呢 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的融通 以及把香港的一些经验 能够输出到养老科技里面 再给内地的这种养老帮扶 这种养老实业作为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机会的 所以呢 我觉得香港和内地两地 在养老智能方面的话 是有未来相当多的合作 和互相出具的空间 这一块我相信能够给双方带来共赢 共同把我们中国的养老实业做得最好 好了 这就是我的简单的分享 谢谢大家 也欢迎各位提问 谢谢Michael的分享 今天早上呢 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Michael 参加我们现场的问答环节 Michael 早上好 早上好 主持人 你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你刚才很详细地 跟我们分享了你对两地的合作的 一些优势的一些分析 那我们的参加的观众呢 也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 在网上呢 留下了一些提问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我们的提问的问题 好的 好 首先呢 第一条问题呢 是看见很多企业 已经进入了这个老年市场 业界有没有估算 现在是否投资阶段 还是回报期已经开始出现呢 这个问题很切实际 我觉得分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呢 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些用品产业 你比如说像康复器具 包括有一些医疗公司 进入到养朗行业的 比较专业的 你比如说这个床啊 病床到护理床啊 这种比较成熟的呢 我相信他们已经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 这个投资回报的预估 因为他原来这个产品的话 在医疗界 或者在国外的时候 他已经有这个产品了 这种产品呢 在进入养老之前 他就是比较成熟的 我觉得这个呢 他是可以看到一个 稳定回报的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现在比较创新的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老年科技里面的一些 放丢的走势卡呀 你比如说用人工智能 来帮助老年 这个老年痴呆的康复啊 像这样的话呢 因为它还是属于 比较新的应用 满足新的需求 那么必须客观的说呢 现在这些科技 还需要探索 才能够达成最终的 可以量化的 投资回报的模型 那么现在呢 只是方向上 我们认为 因为需求巨大 而且需求增长的非常快 那我们可以定性的认为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要把它量化到 模型的话呢 还需要 它进入一个试验阶段 然后进行一个试运行 那么根据投资回报 来进行计算 最后的投资模型 我想这个还是需要 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长达几年 但是我想 应该会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快一些 可以让这些进入的企业呢 有一个正常的 甚至可观的 乃至以后会超出 预期的回报 了解 所以可以相信 可以期待 就是在未来几年 可能会有更多的 一些不同的发展 对的 对的 会有很好的回报的 这是我非常乐观 非常相信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第二条问题 就是现在行业发展商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 是否老年人群体对期待养老生活的形态已经改变呢 之前听过有老年人多地方旅居的概念 是否有形成一种潮流 是的 我非常认同 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的养老形态的话呢 其实过去的这二三十年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那么过去的话的老年形态呢 基本上以居住为主 以基本的需求为主 你比如说有地方住 能够保证吃 能有看病 我们就认为老有所乐 老有所居 但其实现在的话呢 其实老年人更多的是需要精神满足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旅居 那么包括老年人的一些社交的一些这个软件 包括老年大学的学习 所以我认为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 以后一定会形成一种潮流 而且这个潮流如何去满足这种需求的话呢 我看到每年都有创新的方式 那前几年我看到有这个老年大学 而且不是由政府办的 是一种完全商业化的 那么现在我也看到很多 有一些过剩的房地产啊 或者是度假村呢 把它改建为老年人旅居的基地 同时我现在也可以看到呢 我在国外已经看到有老年人的这种游戏 这种游戏呢 并不是成瘾性的游戏 而是一种治疗性的游戏 能够让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发生改变 它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居住在老年机构里面 而是我们通过这种科技 让这种精神满足 让老年人的这种生活空间 能够延伸 精神空间能够延伸 所以我认为这不但是一种潮流 而且很有可能 未来会成为一种主要趋势 因为我们也看到 未来老年人的这个比例 在全世界可能都会朝着三分之一去发展 而国民财富可能还比这更高 有可能会超过一半的财富在老年人手中 所以这种老年人生活形态的满足 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主潮流 所以以后的各种科技和经济 包括金融资金等等 都会往上面去倾斜 所以我相信的话 也许不用过十年 我们再来开这样的乐龄科技峰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峰会 已经会成为科技界 来自这个整个的包括旅游界 甚至包括游戏界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不单单只是在老年界 这一个行业里面去发展 它会潜入到各个行业里面 以及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里面去 我相信这个潮流是死不可当的 好的 了解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条问题 观众问 老年人服务其实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无论是住宿还是到户的提供 请问目前相关的培训发展是如何呢 年轻人是否愿意投入养老的行业呢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的养老行业的一大痛点 也是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力是不足的 不单单是香港 也不单单是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 其实在国内 我们的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 尤其是一线的从业人员 有巨大的缺口 在内地可能是成百万的缺口 那么目前的培训发展的话呢 各地的政府都非常重视 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标准 各地政府现在都非常积极 而且也会从日本啊 从香港啊 这样引入很好的培训的机构和这个课程 但现在的话呢 还是能够加入到 愿意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的量 跟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足 而且尤其是年轻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内地 包括香港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 尤其是护理型的养老机构 一线的护理员 老年轻人占的比例非常少 那么去年的话呢 中国这个老龄协会有向调查 那么29岁以下的一线护理人员 占比不超过20% 可能只有10% 所以年轻人 但一方面年轻人的话呢 是看好这个行业 整个社会都看好 但是真正到一线去工作的时候的话 还需要很多的政策来激励他们 比如说职业发展 比如说培训 比如说资格认证 比如说薪酬待遇的提高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是需要我们一起 行业从业者 包括政府一起来努力 把我们的人力引导到 这个行业里面来 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 其实内地 现在还是有一些 劳动力的这个资源 是可以提供的 并没有到劳动力 非常过世的阶段 那么年轻人的话 就业空间还是比较大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发声 需要在政策支持下 更多的出台政策 吸引这些年轻人过来 给他们很好的职业发展 让他们知道 他们到一线工作以后 未来是有成长空间的 而且收入是稳定的 是不错的 这个行业 未来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而且这个行业里面 他有各样的职业 不单是一线的护理 也包括像康复师 治疗师 护士 主管 等等等等 这个行业未来的空间和 或者会 他会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老年专职的导游 你比如说老年科技时候的 一些应用的测试员 以及我们未来在线上 给老人提供服务的 这样的从业人员 他都会有很大的空间的发展 不单是纵向的职业发展 也会有横向的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多做这样的研究和政策引导 把年轻人引进来 不单是我们现在的一些 达转月校的毕业生 尤其是要重视 我们现在一些职业学校 或者是在就业以后的 30岁以下的 这个年轻人的二次责业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 因为过去的话 专门开养老 这个行业的国内的学校 包括香港 其实并不多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适时的在社会上引导 引导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哪怕他不是学这个的 但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 从相关的旅游 护理 这样的一些行业里面 去把他们吸引过来 来加入到这个行业 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人力充足以后的话 这个行业会发展得更好 当然同时的话 我们也鼓励这样的人才 往高科技发展 比如说我们应用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减轻一线人员的负担 这样的话提高效率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减少 未来对于人力的需求的这个紧迫感 所以提高一线人员的工作的含金量 让他们愿意工作收入提高 这样这个行业 就会实现良性的循环发展 了解 我们还有一个 也是跟人力相关的问题 就是问到说 你们是如何确保 有一批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 进入到脑联护理的领域呢 是的 这个很关键 刚才我所说的话呢 是我们吸引人 吸引年轻人 吸引专业人员 加入到这个行业 但是如何让这个来源 是源源不断的 可确保的 而且是这个 他的职业培训是相当过关的 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一种结合 什么结合呢 就是要跟我们的养老的机构结合 那我们在大湾区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广州 我们在月修康阳 我们有一个基地 这个基地的话 它本身是养老机构 同时的话呢 它也是我们的培训基地 也就是我们就是 内地比较所说的 我们的这个校企结合 我们的教育培训 和我们的一线的时操结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专业人员进来以后 他经过一个职业的培训之后 他可以迅速的进入岗位 他可以看到一个 稳定的工作在前方 所以他就有培训的动力 而不至于可能 现在有些学校 他只是教 他进去以后的 还不明确以后的就业方向 那么这个是 我觉得是比较连贯的 同时的话呢 在一线工作以后 因为我们有培训基地的话 他可以随时 进行一个on-job training 那这样的话呢 在他工作的过程中 他还可以得到 再次的培训和提高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蓄水池 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和这样的一个 培训的养老护理人员的话呢 随着我们规模的增加 我们不但提供给 他所在的本身的养老机构 我们也可以向对外输出 所以我们要打造 这样一个实训基地 能够向大湾区 向广州 甚至向香港去输出 这个我觉得才是 以这个 我们能够打造一批技术熟练 并且心态 他愿意在这个行业 长期干的 有职业发展规划的人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力生之本 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基础 了解 Michael 非常感谢你 今天早上就是抽空 来到我们的现场问答环节 因为时间有限 虽然我们很想继续和你交流 可是呢 我们就先到这边为止 谢谢你 Michael 非常感谢你 谢谢李主持人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